看着手机里各个群里疯传的咬人视频 超市里疯狂抢购的人群 我不自觉地冷笑一声 把手机扔到一旁 慢悠悠地从床上下来 丧尸爆发了 得到消息的人们如惊弓之鸟 可是这一切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早就已经是丧尸了呀 窗外阳光明媚 今天的午饭吃点什么好呢 我是一只隐匿在人群中的丧尸 一直有智慧的高级丧尸 去年年底 我跟朋友一起在南山塔参加跨年party 也不知是着凉了 还是感染了什么病毒 体温在38.5 39.5之间不断反复 整个人都浑浑噩噩的 经常是胡乱抓了一把药吃下 也不管是退烧的还是止咳的 或许还有止痛的药一起掺杂在里面 就稀里糊涂的过了不知道多久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我突然就好了 体温正常了 头也不晕了 甚至感觉比生病之前体质更好了 只是突然转了心一般 对身边的一切都提不起兴趣 但是对平常碰都不碰的海鲜和生牛肉 充满了欲望 我直觉自己出了问题 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直到肖甲去公司办公的那一天 许久未见的同事们都变得更加美丽了 他们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可口 是的 我对他们充满了渴望 我可以直接看到他们的深层构造 皮囊是白色的 健康的器官是绿色的 而有严正的部位则是五彩斑斓的 绿色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诱人 想要尝尝那是什么味道的想法 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趁着理智还没下线 我把工位的东西简单收拾了一下 给领导发了个信息说自己还是觉得不舒服 便离开了公司 我确认自己出了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 我现在的状态和电影里的丧失可太像了 但我还不想变成一个吃人的怪物 远离人群看来是我最好的选择 当初买房的时候 为了给狗子一个自由活动的环境 我毅然决然地入手了 大家都不看好的一层编户 一层有一个赠送的小花园 还有一个已经荒废的房空洞的入口 小区是传统的工房小区 随着住房改革 现在的入住率已经不高了 一踢两户 我的对门一直空着 没人居住 一年到头 偶尔有人过来收拾一下卫生 所以在装修的时候 我跟他们提了一嘴 没费什么周折 便把两家的小花园和二为一 变成了一个大庭院 在阳台外面 给狗子累了一个小窝 让它可以在水泥都市里 也有一块可以自由奔跑撒欢的空间 现在的我很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 不仅为了狗子 也无意中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缓冲的空间 我出了公司 慢悠悠地走在路上 看着往来的人群 就好像一个个行走的大号刺身 在冲我招手 这也太离谱了 我打消了去超市囤货的念头 扫了个共享单车 一路飞奔回家 狗子在门口迎接我 看得出他疑惑 但又不失开心 我搂着狗子 躺在阳台的摇椅上 晒着太阳 打开了购物软件 在把各类牛肉和海鲜 加入购物车后 我看着家里的单开门冰箱 泛起了嘀咕 我坚信 发生变异的 不会只有我一个 而同样发生了变异的人 当他们失去了理智 那一定会爆发一场灾难 我把目光投向了花园里 开得正艳的月季花 我们小区的防空洞 早就废弃了 门上挂的锁在风吹日晒下 早已形同虚设 而我当初在装修的时候 用月季花 遮挡了一下防空洞的入口 让它看起来 不会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这不正是一个极好的地库 温度低 空间大 隐蔽性好 安全系数也足够 我不再犹豫 打开网购软件 肆意下单 补充了一些冷冻设备 跟商家直接预约了 第二天上门安装 其实在发生丧失化变异后 我对食物的需求 已经不怎么高了 很多时候吃饭 也只是这么多年来的习惯而已 所以我就简单地 给自己囤了一点牛肉和海鲜 最主要的是 得给狗子囤口粮 狗子很少吃市面上的成品粮 所以要准备的东西 真心不少 各种肉类 蔬菜 水果 都得备上 一顿下单以后 我意犹未尽地放下手机 果然报复性消费就是爽 第二天一早 电器店的师傅们 拉了一车的冷藏设备 就过来安装了 面对师傅好奇的目光 我打消了 让他们一步到位地 运送安装到防空地下室的想法 我可不想让人知道 防空洞被我规划成了 物资储备空间 没办法 只能让他们 把冷冻柜 冷藏柜 放在了小花园的墙边 红酒柜则放进了客厅 几个工人师傅 忙忙碌碌地安装着 而我的内心总是蠢蠢欲动 想要咬他们一口尝尝味道 我不敢多看他们 只好打开手机 无聊地刷刷推送 一打开APP 推送第一位就是 如果末日将要来临 你要囤构的那些东西 果然是大数据时代 出于谨慎 我按照推文里的药单 以一人份的剂量 在送药APP上下了单 想了想 给狗子也囤了一些蛆虫药 益生菌 鱼油 维生素 羊奶粉 奶膏 还有营养剂 磨牙棒 接着又补充了我的卫生用品 还在网上下单了净水片 钙片 综合维生素 各种补剂 洗发水 沐浴液 本来是不打算买男宝宝和冰凉贴的 因为在变异之后 我对于外界温度变化 感知并不明显 但是考虑到还有个没变异的狗子 还是个买了50分备用 同时也下单了5个小太阳取暖气 5个空调闪 看着网上都说 需要准备太阳能充电板 那我也准备一下吧 反正可以放在6楼的楼顶 然后又下单了充电宝 卡式炉 以及补充气罐 无烟炭 蜡烛 看着狗子在身边转来转去 又给他下单了10套新的狗窝和大量玩具 一番买买买之后 工人师傅也把冷柜都安装好了 告诉我使用的注意事项后 便开车离去了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我松了一口气 摘下墨镜 开始拆快递整理物资 因为下单时 特意选择了不同的店铺分开下单 所以快递也是陆陆续续的到 三天后 在我把两个冷冻柜 以及一个冷藏柜填满的时候 我望着剩下的几个冰柜呆呆的发愣 这几个冷柜都是要放到防空地下室的 我怎么就给忘了呢 我愁啊 这么大的柜子又装满了洞货 那重量可不是我可以轻易挪动的 我在冰柜前绕了一圈 一圈 又一圈 狗子也跟着我绕了一圈 一圈 又一圈 终于 狗子在我出神的时候 不出意料的把我给绊倒了 我被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扶了一下冷冻柜 以防自己摔得太惨 然后就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装满的冷冻柜 对我推开了 我爬起来 不敢相信地又推了一下冷冻柜 它的重量仿佛不存在 推开它就像推开一箱饮料一样简单 我的力气变大了 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夜里 我便悄悄地把六个冷柜都搬进了防空地下室 地下室里摇曳着蜡烛的火光 照亮了六个冷柜 以及大量装有生活用品的纸箱 我撤草惠母 地下室里没有电 我愁啊 真的 这么重要的事 之前怎么没人提醒我呢 眼下这个情况 我也不可能请供电局来铺设线路了 左思右想 看来只能自己动手 看看能不能拼个风衣足食了 回到房间里 已然是凌晨三点 但是我没有一丝睡意 翻箱倒柜地找出了大学时电工学的课本 嗯 没错 我是一个苦逼的工科女 在抱着课本 结合网上资料 研究了一上午以后 我决定动手铺设地下室的电路 换了一身不打算再穿的旧衣服 戴上绝缘手套 背着刨腿小哥送来的电工箱和电线圈 我义无反顾地钻进了地下室 能用就行 没有什么标准 在改正了地不知道多少次的错误后 地下室终于通电了 刚给所有的冰柜都插上电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上面明晃晃的未知来电四个大字 冲击了我的视网魔神经 喂 丫头 爸 你听我说 什么都不要问 现在就回家 多准备点生活物资 近期不要出门了 我 我说什么 电话就挂断了 我看着传来盲音的电话 苦笑了一下 这是要变天了 思索再三 我还是打开了手机 在网上提醒大家准备物资 减少出门 结果被群潮了 有时候我公然违背防疫方针的 有时候我危言耸听的 也有时候我贩卖焦虑的 又看了一会儿网上的留言 看大家众说纷纭 却是感觉索然无趣 正好刘宇打来了电话 刘宇是我为数不多的 能算上朋友的人 我便告诉他 囤货少出门 太硬了 挂掉电话 我拿着之前网购的地毯和墙纸 去装修我的地下室了 能帮一个算一个吧 竟我那还未泯灭的良知和善意 没过几天 某医院疑似出现 丧尸咬人的词条后面 出现了一个豹子 咬人的视频 也被转载到各个社群 视频中 穿着病号服的人 无差别攻击身边的人 他下口极重 每次必然咬下一块肉 病号服歪着嘴 咀嚼口中的血肉 还不时发出呵呵的声音 而被他咬到的人 捂着伤口惊声尖叫 想要逃开 却又腿软走不动路 在一个极负责任心又胆大的护士 小心翼翼地绕过去 想要给被咬到的人 处理伤口的时候 被咬到的人猛然跳起 抱着身边最近的人便咬 周围的人群做鸟兽散 一个个四散逃开 游跑得慢的 被咬后 也加入了咬人的队伍 我看着视频 惊奇地发现 我能听懂他们的呵呵 病号服分明是在说 饿死了 将就吃点吧 第一个被咬的人 还处在蒙圈的状态 还在问 我这是咋的了 人咬人的现象 传播得极快 以病号服为原心 不断地向四周辐射开去 有机灵的人早就 钻回了房内 锁紧门窗 而更多不知情的人 还在医院内穿梭忙碌 我挠了挠头 事情果然不简单啊 网上舆论发酵得极快 虽然设施医院 第一时间就被封锁了 但是第二起 第三起咬人事件 在短时间内接连爆出后 人们再也无法保持淡定 上班的人们扔下了工作 一股脑地冲向了超市 学校的老师们 也在家长群里发布了信息 要求尽快把孩子接回家 各大综合超市 面对激增的抢购人群 在度过初期的慌乱后 逐渐变得井然有序 加派了收银和捕获人员 而一些小超市 还有社区里的市场 却有些商贩 趁机抬价出售 我躺在摇椅上 看着群里飞速刷屏的信息 试图找到更多的咬人视频 我感觉我找到了同类 随着越来越多的视频 被发到网上 我发现这些丧失化的人群 他们破损的伤口周围 逐渐出现 类似湿般的暗紫色斑痕 血管也肉眼可见地发生了变化 一根根地凸起在皮肤表面 更重要的特征 是他们都无法控制地歪嘴 按绿色的唾液 滴滴答答地留着 可把我给恶心坏了 不行了 好想跟人吐槽 正在这时候 小雨的电话打了进来 你哪呢 一接起电话 小雨的大嗓门就传了过来 家呢 你呢 我顺手打开了免提 家呢 这不是你告诉我 囤货少出门吗 我就请了一周的年假 网上的视频你看了吗 丧尸啊 真的有丧尸 小雨是个大心脏 以前看釜山行的时候 就对丧尸 这玩意充满了好奇 就是这些丧尸 怎么跟电影里的不一样呢 扑 我一下子笑了出来 你是不是傻 电影你还能当真啊 不过 你不害怕吗 这可是真的丧尸哦 还有啥好怕的 反正都这样了 打不过就加入呗 不过加入之前 我还是得挣扎挣扎 你家是一楼 安全吗 要不要搬来我家 现在丧尸还不是很多 你小心点过来 应该没问题 我感动啊 这时候还能惦记着 你安全的朋友 这年度可真不多了 没事 我就不过去了 你在家注意安全 我拒绝了小雨的好意 开玩笑 我就是一只丧尸 我怎么能搬去 和人类一起居住呢 挂断了和小雨的电话后 我起身去给狗子做饭 才刚进入四月份 气温竟然逼近了35度 比同期气温高了10度不止 我去冰箱中翻出了鸭肉 还有白菜 冬瓜 丝瓜 还有黄瓜 给狗子做了驱属销火良品 鸭肉三瓜汤 狗子吭吃吭吃吃的开心 我却依然没什么胃口 简单地煎了一块牛排 拿了一瓶气泡水 随便地吃了一口 外面丧尸肆虐 而我则在家里窝了半个月 过起了百烂的生活 我的周围 倒是一直没什么丧尸出没 但是城市中心繁华地段 基本已被丧尸占领 人们虽然陆陆续续地 发起过几次清扫行动 但都收效甚微 丧尸们依旧占领着 各个繁华地段 并不断向四周辐射 好消息是 基础设施还没有完全被破坏 网络 电力 水都还能供应 坏消息是 丧尸越来越多 而人们对此束手无策 小宇家的食物 也只剩最后一顿了 他跟我说 打算和邻居 一起外出搜寻物资 我打了个电话给小宇 问他们邻居 都是怎样外出的 就是身上都缠满纸壳 或者塑料 多穿几件厚衣服 然后祈祷遇见的 都是不咬人的丧尸 小宇的声音 也失去了活力 听说现在的丧尸分好多种 最可怕的是 会咬人和会打人的 被咬了肯定会变丧尸 但是如果被打得不太严重 没有造成开放性伤口的话 多半还是能活下来的 昨天我们楼上的邻居 出去的时候运气不好 碰上好多咬人的丧尸 最后还是没能回来 但是我家隔壁的体育生 他出去了几次 都带回来不少物资 我想问问他 明天能不能带我一起出去 小宇闷闷地说 他反应快 跑得也快 感觉跟着他 应该活下来的概率大一些 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同意 我也不知道 怎么开口去跟他说 你待在家里不要动 我去找你 我本来就是丧尸 没什么好怕的 怎么能让朋友以身涉险呢 我去卧室翻出来了一个登山包 还是之前去沙漠徒步收用的 去地下室看看我的小仓库 除了牛肉就是海鲜 虽然也有不少蔬菜瓜果 但那是狗子的口粮 于是我放弃了 从家里拿物资的想法 算了 都这事到了 零元够吧 出门前 我又给小宇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我要去找他 小宇急得够呛 话都说不利索了 他不让我去 让我自己在家躲着 嘿我这一身反骨 我偏要去 然后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让狗子进到地下室 给他放了三天的水和食物 小太阳和小风扇一边开了一个 是冷是热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小宇家离我家不远 直线距离也就三公里 要是平常 骑个车也就二十分钟都用不上 但是现在外面丧尸当道 还是给风险多预留一些空间吧 我拿了四个充电宝 锁好房门出发 心里带着一丝忐忑 还有一丝期待 我信不走出了小区 出了小区 路上游荡的丧尸还是挺多的 但是他们见了我都躲着走 超市经过丧尸的冲击 和幸存者的搜寻 已然是一片凌乱 我在如同废墟的货架之间 不断翻找 手上翻个不停 嘴里也一直念叨着 这啥呀都是 夹心饼干 都碎成渣渣了 不要 自肉火锅 这个可以有 拿上拿上 压缩饼干 难吃的要命 不要 牛肉干 小宇好像爱吃自然味的 香肠拿上 爱不对 玉米肠小宇不爱吃 这个不要 要纯肉的 爆米花他爱不爱吃啊 看电影的时候没见他吃过 算了不要了 这面包都长毛了 嗯 看来是没加太多防腐剂 可白瞎了这东西了 瓜子得拿上 没事的时候 还可以打发时间 辣条也得要 小宇最爱吃这些垃圾食品了 饮料待会找找库房 直接整香班吧 大米得拿几袋 面也得有 油奶一桶够用好久了 再拿点酱油醋调料 青菜水果 这都烂成什么样子了 哎呀 真是太浪费了 没多大一会儿 一个50L的登山包 就让我给装得满满的 毕竟第一次出来 我也不想太显眼 就打算适可而止 就在我绕来绕去找库房的时候 突然听见左侧传来的响动 呵呵呵 你转了好久了 在找什么 找库房 我下意识地回答道 呵呵 跟我走 我转过身 发现左侧货架的后面 有个躲藏着的身影 你是谁 呵呵呵 我不记得了 那你出来 我颇为好奇地盯着货架 居然有丧尸 主动给我打招呼带路 一阵细细酥酥的声音传来 搭讪丧尸露了个头出来 戴个帽子 脸上棱角分明 没有奇奇怪怪的石斑和血管 他迟疑了一下 又伸出来一只手臂 冲我摆了摆 呵 你好 我感到他好像有些怕我 便放缓了语调 你好呀 你没有恶意对不对 放心 我不会随意伤害你的 我指了指背后的登山包 继续说道 我要去库房 给我朋友带点水 你知道库房在哪里对不对 搭讪丧尸点了点头 示意我跟着他走 转过货架我才发现 搭讪丧尸大概有一米八的个子 身上穿着的像是部队的做训服 后背有一道已经结痂的伤口 身材很匀称 可以看出锻炼的痕迹 哎 你是不是怕我 搭讪丧尸脚不顿了一下 继续往前走 不说话就默认了哦 你为什么怕我呀 呵呵 呵呵呵呵 不知道 源于内心的恐惧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我 呵呵呵 呵 遵从本心 我不能一直叫你爱吧 你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那我叫你小军吧 搭讪丧尸停住了脚步 歪着头开始思索 我也不催他 我想看看 他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思考结果 大概过了十分钟 或许更久一点 搭讪丧尸转过头 正对上我审视的目光 呵 君 对 小军 我点了点头 你想起什么了 没有 我带你去仓库 小军说完 转过身继续给我带路 仓库在地下一层 跟着小军兜兜转转走了 好半天才到 我进去拖了两箱水 两箱饮料出来 看到墙角还有补货用的小推车 便把水和登山包一起固定在小推车上 小军 谢谢你啊 可帮我大忙了 我能跟你一起走吗 小军看起来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 我不会给你惹事的 这个丧尸 他想跟着我 不可以 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小军 肉眼可见的沮丧 爬上小军的面庞 我要去给朋友送东西 他还没有被感染 我指了指推车上的东西 你不能跟我一起过去 但是你可以在这里等我回来 真的 你会回来找我 我点点头 会的 这么一个可爱的小丧尸 我当然要把他带回家了 你知道哪里有消毒用品吗 超市门口的药店就有 但是我不想过去 我也懒得问为什么 点点头道 我知道了 你不想去 就不要去了 就在二层等我吧 我送完东西 就回来找你 做别了小军 我又去药店 拿了一桶消毒酒精 也不知道 酒精能不能消灭丧尸病毒 聊胜于无吧 小雨家的小区里 随处可见游荡的丧尸 死一般的沉寂 我端着一车的物资 放在了小雨家的门口 先用消毒酒精 喷洒了一圈 然后给小雨打了电话 我到你家门口了 快给我开门 小雨站在门口 一脸不可思议 你 你 这是怎么拿上来的 这么多 消毒酒精 你好好消毒了以后 再拿进屋里 箱子里是喝的 背包里是吃的 自己收好了 别圣母心 等我出去了 你给我把房门锁死 我打断了小雨的发问 一股脑的把话说完 就准备下楼 你要走 小雨愣了 你不要命了 还出去转悠 小雨看我真的要下楼 急得伸出手来拽我 我怎么能不知道 她会留我呢 我早就用小推车 挡住了她出来的路 机智如我 你别管我 管好自己得了 我能来就能回去 我满不在乎的 坐在了台阶上 你赶紧消毒 然后回屋 我在这给你看着 别有丧失 或者丧心病狂的邻居过来了 小雨虽然还是一万个不愿意 但是听了我的话 还是麻溜地拿起了酒精 开始消毒 我扭过头不再看她 低头挽起了手机 出门时一时疏忽 忘了戴墨镜 现在的小雨在我眼里 就好比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地 而我就是那饥饿的小羔羊 哎别说 这丫头身体还挺好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小雨边消毒边跟我聊天 现在丧失都不是最可怕的了 可怕的是人心 小雨把一箱消毒后的矿泉水 连拖带拽地挪到客厅里 前一段时间 有个租户家里断粮了 她不敢出去对抗丧失 就把主意打到邻居的身上 她提议大家把物资都拿出来 大家云一云 互相支撑 五楼的老人家善良 说她家里粮食多 但是也只有粮食了 不嫌弃的话 可以给大家云一点出来 那个租户假意去取粮 结果直接把老奶的关到门外了 你说她怎么敢啊 丧尽天良不怕遭报应吗 小雨越说越激动 不过手头的活可是一点都没卖 说话间 几箱水和登山包就都消好毒 放进了屋内 行了 既然你知道人心隔肚皮 我也就放心了 你知道吗 来的路上 我最怕的就是你圣母心 让人得暗算了 我放下手机 拍了拍裤脚毡的灰土 小推车你留着吧 顶到门口也算多一层保障 不知道我过来的时候 有没有人看到 总之你多加小心 从小雨家出来 已经是黄昏时刻了 晚霞挂在天上 还怪好看的 一路上的丧尸们 依然是对我避之不及 这让我对自己更加好奇了 回到了超市 小军果然在分别的地方等着我 看到我回来 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我带着小军一起回了家 在地下室门口 我郑重地告诉小军 不可以伤害狗子 在得到小军的保证后 我把狗子从地下室放了出来 对 我就是无来由地相信小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狗子围着小军绣纹了好久 然后抬头 疑惑地看着我 这是我们的新伙伴 以后要一起玩耍呀 我拍了拍狗子的头 给他介绍了小军 你吃什么 我又拍了拍小军 询问他的口味 什么都可以 小军搓搓手 依旧很拘谨 嘿 居然不挑食 比我还好养活 我指了纸冰柜 事宜小军过去 里面的牛肉和海鲜随便拿 其余的是狗子的口粮 你不要动 炖了一下 我问小军 你还会做饭吗 小军没说话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不会做饭的丧尸不是一个好厨子 同样是牛排 小军做出来的 怎么就比我做得好吃呢 在指使小军去洗盘子之后 我搂着狗子在花园里出神 今天这一切 多少透露着些许诡异 为什么外面的丧尸们都不理我 他们是怕我还是嫌弃我 这人呢 在丧尸当道的事上 不怕躺平 最怕的就是有好奇心 平常窝在家里 对丧尸们并不关心 但是出了一趟门之后 我对这些名义上的同类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据我观察 现在在外面漫无目的游荡的丧尸 基本都是没有什么神志的 也是数量最多的 这些初级丧尸 按照小宇的说法 又分为两类 破坏力很强 然后就是有一部分像小军这种 没有完全变异的丧尸 就姑且称之为终极丧尸吧 他们还保留一部分神志 能思考 并且还能做很多工作 至于像我这种和常人无异 但明显发生过变异的高级丧尸 按照概率来说 应该也会有其他个体的存在 大概是我宅得太久了 跟外面的社会都断了联系 真是两眼一抹黑 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小军手脚很麻利 不仅洗了碗 还顺带着整理了厨房 我过去找他的时候 他正吭哧吭哧的给冰柜产兵呢 军啊 忙着呢 这里的兵太厚了 我处理一下 放着吧 不重要 咱俩聊聊 你对之前的事还有多少记忆 醒来就在超市了 你攻击过人类吗 没有 超市里其他的丧尸呢 你一来就都跑了 为什么要跟着我 直觉 你和其他丧尸有交流过吗 我很少和他们在一起 他们太血腥了 不讲道理 只有一个人和我一样 但是他出去好几天没回来了 正跟小军聊着天 桌上的手台突然滋啦滋啦的响了起来 A市避难所已初步搭建完成 各位幸存者可自行前往 避难所坐标为 避难所 我愣了一下 这短短的三个字反映出的问题可是不少 我给小雨打去了电话 A市有避难所了 电话刚一接通 我和小雨一口同声地说道 看来 人类和丧尸要开启长期共存的局面了 你要去避难所吗 我问小雨 当然要去 小雨语气坚决 留在家里 感觉也没有很安全 还不如去避难所碰碰运气 好 那我收拾一下东西 明天我们一起出发 既然打算去避难所 我打算再给小雨筹备点物资 去中心商场吗 我扭过头问小军 中心商场是我们这最大的综合购物中心 号称一站式购物商场 小狗子趴在我和小军中间 歪着脑袋 眼神不断地在我俩身上转来转去 他也是无聊极了 丧尸爆发这么久了 他一直跟我待在小院里 虽然吃喝不愁 还能在草坪上撒欢 但是在同样的环境待久了 不见其他小伙伴 就算是人也会抑郁的 何况小狗子 我抱起了狗子 问他要不要去找小雨姐姐玩 小狗子的眼神瞬间释放出光彩 尾巴也快要摇上天了 就这么决定了 不管小军随不随行 反正小狗子我是待定了 有了第一次出门的经验 我知道丧尸基本是不会进我身的 但是不知道这丧尸病毒 对狗子易不易感 我还是给狗子 准备了一下出门的行李 总之小心一点总是没错的 小军决定留在家里 我也不强求 便带着全副武装的狗子出了门 跟预料中的一样 丧尸们都躲着我走 但是小狗子走了一会儿就不肯走了 很久没被清理过的路面 又脏又个脚 没办法 我只能把狗子抱在怀里 早知道这样 我就带个随行包出来了 一路无话 很顺利地到了中心商场 往日里人生鼎沸的商场 现在一片凄凉 有没有在的 出来帮我搬东西 商场太冷清了 一个丧尸都看不见 我这抱着狗子 着实是不利于发挥 通过和小军交谈得知 终极以上的丧尸是有意识的 那就希望这商场里 也存在免费的劳动力吧 不一会儿 一个小孩子模样的丧尸 气气哀哀的来到我的面前 记住了 不许伤了我的狗 我看他害怕的样子 也不打算和他多说什么 再吓着孩子怎么办 找个小推车跟我走 我指什么你搬什么就行 小丧尸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转身去找小推车了 一楼是化妆品 瓶瓶罐罐破碎的不成样子 放弃 二楼是女装 我挑了两家以前贤贵 从来都不进的店铺 只回小丧尸 搬了两箱衣服 至于里面有什么款式 就让小雨去开盲盒吧 三楼是男装 没什么兴趣 四楼是运动品牌 让小丧尸去搬了两箱38码的鞋子 五楼是户外用品 我打算在这一层 给小雨搞点防身用的东西 以前休假的时候 自驾游出去 听他们提过 这里有一家店 有卖野外求生装备 专业的那种 小丧尸拉着车 在我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 是一个进可攻退 可守的距离 转了一圈 眼见的都是市面上常见的户外品牌 并没有看到什么野外求生店铺 又转了一圈 搜罗了一套野营装备 但还没有找到我想要的东西 没办法 我只好给小雨拨了个电话 问她店铺位置 对于我身在商场这事 小雨保留了好奇心 给我远程指路 按照小雨的远程导航 兜兜转转的 我终于站在了NF店面的拐角处 在一个极其不起眼的储存间外 贴着一个极其不起眼的贴纸 一个狼头图案 和一行小字野狼户外装备 有点意思 我喊小丧尸进去拿东西 谁承想她把脑袋摇成了波浪鼓 说什么都不肯进去 我叹了口气 放下狗子 自己去开门 储藏间的门是外开的 没关延续掩着 我捏手捏脚地走过去 把手搭在门把手上 心里默念了个一二三 平住呼吸 猛地拉开了门 天哪 我这是看到了什么 一个不起眼的储物间 居然被改造成了小型生存基地 贴着门口是一排帝刺 用钢丝和三叉钉组装的 帝刺上面是钢丝圈 和防扒刺组成的围挡 网里面一层 是多根登山帐搭建起的隔山 登山帐上若隐若现的余线告诉我 里面一定还连接着陷阱 在网里看 是有箱子隔开的一个个空间 有放物资的 有放垃圾的 最里面的角落 放着一张行军床 根据牧师可见的物资消耗情况 以及储存间的整体环境 无意不是在向我展示着一个事实 有人 他藏起来了 我的心头顿时涌上一股莫名的情绪 一边是感动于 还有人在苦苦坚守 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还能够生存 一边却是觉得 这人是个隐患 想要除之而后快 这边我在天人交战 另一边狗子却一溜小跑 踩着空隙钻进了储存间 得 这下可好 我想悄悄离开都做不到了 作作作 狗子 出来 别瞎跑 吓到人 我不敢贸然进去 只能用语言向对方传递无害信息 狗子 快出来 姐姐要走了 我继续呼唤着狗子 希望他能听从召唤赶快出来 我细细地听着储存间里的声音 没有追逐打斗的声音 让我还是轻松不少 我数到三 再不出来 你就自己在那待着吧 我给狗子下了最后通牒 数到三不仅对 穿鱼男人试用 对我家狗子也是百事百灵 一 二 你家的狗 是不是叫萌萌 我刚要数三 屋里传来了一道雄厚的声音 挂在嘴边的三 一下子就给憋了回去 合着屋里 还是认识我的人 换句话说 起码认识我的狗子 啊 对对对 你是谁 我在脑海里搜寻了一圈 并没想起这道声音的主人是谁 屋里响起了脚步声 身后的小丧尸明显地紧张了起来 他想跑又不敢跑的样子 对我瞄道 我也不由地紧张起来 看好你的狗子 别让他再乱跑了 顿了一下 又问道 你是自己一个人吗 这让我怎么回答 我不是一个人啊 我可是高级丧尸 我这后面 还有一只小丧尸呢 虽然他很听话 我自己 我摆了白手 是一小丧尸藏在拐角处 真打架也指不上他 响起了箱子挪动的声音 我也按捺着信子 静观其变 去找你姐姐吧 又过了一会儿 我听见男人在嘱咐狗子 果不其然 话音刚落 我就看见狗子 蹦蹦答答地冲我走来 身上好像还多了点什么东西 狗子 过来 我急不可耐地 想看看屋里的人 给我带了什么出来 要是狗子会说话就好了 狗子呲呲地跑过来 拿头蹭我的腿 我这才看清楚 狗子背上带了两包压缩饼干 这是要接济我呢 在末世 热心肠和善良往往被称作圣母心 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没想到 我一个高级丧尸 居然被接济了 虽然只是两包压缩饼干 我这儿没有什么吃的 你自己小心 男人在屋里闷声说道 我这人最受不了的 就是别人对我好 也最讨厌前别人人情 你还好吗 你还要继续躲在这里吗 男人并没有答复 也对 事关生死的事情 怎么可能随意透露给外人呢 那你是怎么认识我家狗子的 我换了个话题 试图判断一下男人的身份 去年 拜上草原 这次男人没有拒绝回答我的问题 你家狗子追了我的马一路 所以 你是那个非说没有鱼 结果被淋得跟落汤鸡一样的大哥 我留了个心眼 打算套一套他的话 应该是冰雹采对吧 男人的声音带上一丝笑意 没错了 看来是我去年在草原上 有过一面之缘的搭子 这大哥是个特别热心肠的人 当初在草原上 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帮助 现在看他困在小小的储物间里 我打算捞他一把 大哥 A是有避难所了 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呵 避难所 听得出大哥很不以为然 如果你们要去 对那里的人多加小心 大哥能在末世生存到现在 毋庸置疑 各方面都是佼佼者 至于要不要去避难所 那就看个人的选择了 谢谢大哥的饼干 我先走了 你多保重 为了不让大哥起疑 我收下了压缩饼干 带着狗子和小丧尸 转身离开 我打算先给小雨送东西去 只可惜 野外求生包是拿不到了 所以我又在五楼转了一圈 看着可能有用的东西 都让小丧尸拿到了小退车上 本来想叫小丧尸一起走的 但看他不情愿的样子 也就没为难他 装好东西 便让他离开了 到了小雨家 我们简单地合计了一下 决定开车去避难所 我提着东西 牵着狗子 护着小雨下了楼 把收拾好的食品和衣物 都码在后备箱里 回家接上了小军 拿了狗子的行李 便按照导航的方向 往避难所进发 一路上各种障碍物极多 车开得并不快 而小雨明显心不在焉 欲言又止的样子 看得我忍君不禁 我有心逗逗他 但是突然出现在车前的身影 惊得我下意识才死了刹车 车前是两个文化壁的壮汉 一个拿着棒球棒 一个拿着铁锹 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 我想起了草原大哥的提醒 更是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我是不怕他们 但是车上还有小雨和狗子呢 我得护他们周全 妹子 你们这是要上哪呀 拿棒球棒的大哥挡在车前 这是碰上节道的了 也不知道他们是谋财还是害命 看着他们挤满肥肉的脸 我心生厌恶 打开车门就下了车 去避难所 怎么着 是不是想说 烧你们一城一起走啊 做你的美梦去吧 我一脚踹在了大哥的膝盖上 他咔嚓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我发誓 我没使劲 大哥就是膝盖骨不好 一踹就碎 另一个大哥看情况不好 撒腿就跑 跑步这事我不擅长 我回头叫了小军下车 小军从后面追上大哥 一个标准的擒拿 就给大哥摔在了地上 我慢悠悠地走过去 脑子里想的却是 是撕两半好呢 还是拆胳膊腿好呢 去避难所的路不远 一路上没什么丧尸出现 倒是见识了各种各样人类的丑恶 一路上 我和小军结果了 不下二十个想要抢劫的人类 到达避难所的时候 看起来这里已经有不少幸存者了 新来的吧 去那边报到接受检查 一个落腮胡子的人走了过来 我回头看了看后座的小军 他是不可能通过检查的 我让小军留在车上 我则和小雨一起 带着狗子 混进了避难所 避难所里的物资并不充足 现行的是暗劳分配制度 我仗着自身优势 加入了物资搜寻队 小雨则凭着他的二级面点试证书 留在了避难所的厨房 搜寻物资对于我来说毫无压力 但是小军只能住在车里 一直是我的心结 来避难所的幸存者越来越多 其中也有很多心怀叵测的人 这天我刚搜寻物资回来 就看到一群人围在避难所的小广场上 我扒拉开人群挤了进去 小雨 没想到正中间的却是刘雨 她正抓着一个兽猴般的男人扭打 这是怎么了 我轻轻地拉住小雨 把她和男人分开 她把萌萌抓走了 刘雨红着眼睛 哽咽着说道 我过去的时候 她已经把萌萌杀了 刘雨的话宛若一道晴空霹雳 你说萌萌怎么了 我不敢置信地又问了刘雨一遍 她把萌萌偷走杀了 说要吃狗肉 刘雨咬着牙 一字一字地对我说道 我拽过男人 看着她一脸无所谓的泼皮样 我的理智下线了 你想吃我的狗 我又确认了一遍 现在物资这么匮乏 人都吃不饱 你还养狗 还不如杀了 给我补补身子 也算她死得其所了 男人满不在乎地说道 我出离了愤怒 手上的力道也失去了控制 我让你吃 一拳捶在了男人的肚子上 我让你嘴硬 一拳对在了男人的脸上 我让你偷 双手用力 生生地把男人手腕捏碎 不断地有人来拦 就被我掀翻在地 我已然杀疯了 失去了对情绪的控制 丧尸的身份藏不住了 我离开了避难所 小军看到满身血污的我的时候 吓了一跳 不可思议地问我 你怎么了 我们离开这里吧 他们令我感到恶心 我不带感情地说道 我们把丧尸都集结起来 带着他们远离人类生活区域 从此大道朝天 各走一边 小军不置可否 他提出先去侦查一下周边的情况 随着小军几次三番的侦查 我们初步摸清了 附近三公里内的丧尸分布情况 你打算怎么做 丧尸们看见就都躲开了 小军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要不威逼 要不利诱 这两招向来都是好使的 不出意料 靠着蛮横的武力 我逐步收拢了这个城市里 三分之二的丧尸 虽然初级丧尸们智力都不太行 但好在有天然的阶级压制 倒是也没人敢在明面上出来 给我惹事 另行禁止 颇有点军队的作风 我带领他们 占据了市中心的公园 跟丧尸们朝夕相处 看着他们没心没肺地打闹 我也逐渐认同了自己的丧尸身份 其实这样的日子也挺好 我躺在院长办公室的躺椅上 一天天开心地摆烂 直到有一天 一枚炮弹在公园炸开了花 炮弹对丧尸的杀伤力实在有限 但这一行为 实实在在地激怒了我 我朝着炮弹打来的方向走去 刚巧看见了第二枚炮弹划破天际 这炮弹的速度在我眼里 慢得像乌龟一样 我好整以侠地 等着炮弹下落到我的手上 然后冲着来的方向 扔了回去 公园外面哑了火 敌不动 我不动 只要你不招惹我 我乐得安稳 但是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他们每天都带着新的武器来试探 被扔回去 就悄然撤退 我真的是不胜其烦 在一个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日子 我带着小军走出了公园 指明道姓的要求和他们的领导谈一谈 原本我以为来的 也就是地区的负责人而已 没想到 出面的居然是一号 我们进行了友好沟通 他们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最后达成了一致 丧尸们可以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等待疫苗的研发 而我 则要去到生存基地 配合生物科学家进行研究 我跟小军交代了一番 就被请上了去往基地的武装车 到了基地 不出意外的 让我享受了一次高端VIP体检服务 除了抽了我识管血之外 毫无可挑剔之处 我看着基地里一群人因我而忙碌 我却无所事事 我无聊地躺在床上 把玩着墨镜 一个绝妙的想法 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当又一次到了吃饭的时间 我摘下了墨镜 随机抽取幸运 开始了体检 小朋友 你的膝盖不好啊 半月板都要磨没了 这个小姐姐不要总生闷气 生气长节节 研究员同志 好好吃饭 有空去做个胃镜吧 没想到 我给自己找的乐子 给基地工作人员又增加了工作量 他们不仅要研究我 为什么变成了高级丧尸 他们还要研究我 为什么能看到内在的疾病 但是从他们日益迷茫的表情上 就可以看出 他们的研究没什么进展 在基地的时间过得很快 虽然丧尸疫苗的研究进展缓慢 但避世的重建已接近尾声 原本以为 可以在基地继续我的摆烂生活 没成想 我又被盯上了 这次来找我的 还是基地一号 他说 丧尸病毒的疫苗和解药 目前还没有头绪 也没办法复制出另一个我 来控制丧尸 但是其他城市的幸存者 已经被困太久了 他希望我可以去其他城市 逐一收编丧尸 看着一号殷切的眼神 我叹了口气 我去可以 但是你们得管饭 就这样 在末世 身为高级丧尸的我 再次开启了打工生涯 好吧 这就是另外的故事了